为了让正确的性贫思维深入各个家庭 吉安相立图书馆暑假期间特别规划了 性贫电影赏息与座谈 以冰雪奇缘电影主题和数十位亲子家庭 来探讨性别评学概念 先拿游淑珍亲自到场 陪同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 近期来性别平等议题不断 为了培养孩子正确观念 吉安相立图书馆在7月份 特别规划两场性贫电影赏息 透过影片搭配专业老师的影评分享 包括动物方程式以及冰雪奇缘 用轻松的方式探讨影片中性贫议题的延伸 其实在这个暑假 就是图书馆都有办很多的活动 对那因为有看到这一个消息 然后觉得这个议题蛮好的 所以就想说带他来看 因为这个电影也蛮吸引的 炎炎夏日亲子之间少不了的 就是较为温和的室内活动 而现场也吸引到大约数十位亲子家庭 一同到场 培养正确性贫思维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陪同家长与孩子共同学习 鼓励亲子共学 性贫教育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 离得清的一个课程 吉安乡图吉安乡公所 透过了影片 动物方程式以及我们冰雪奇缘 里面的影片聚集了孩子的专注力 发现了里面男生女生不一样的职业 女生的坚毅的精神 以及影片中让他们启发 启迪思考男女性品的问题 以及在各个面临的挑战跟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用不同的方法来克服 我相信这也是在暑假里面 让我们可以让亲子共学 在吉安乡图里面 让多元的学习 前方位的一个铺程 让孩子精进在暑期里面 吉安乡图推展多元阅读广受好评 而在八月份将会持续办理各项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持续关注吉安乡公所网站 及图书馆粉丝专页 记者许立琴 吉安乡报道